開始 Hello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開箱的 就是這個 X-Plus 蒙面超人 FICE 加速形態的 Q 版公仔 X-Plus 的 Q 版公仔 真的好久都沒有跟大家開箱 如果之前沒有買到這系列 FICE 的公仔 都可以先想買這個加速形態來頂住 外盒也是一樣,用新的包裝 以黑銀色來做主色調的包裝盒 整個外盒都做得相當好看 我們先開箱看看裡面 開箱後,裡面都跟以前一樣 中間放了公仔半體 底部放了台座 我們先看看公仔 頭部的部分,中間的紋理都做得很有質感 整個頭部都不能動 固定了 頭部的上面後面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不過有些水口位就做得不太好 空口部分,打開了盔甲 裡面的結構都有盡量還原度出來 上色都叫可以接受 腰帶部分都是正常的製作 左邊也有拳套架 左手手臂,加速錶這些重要的東西 當然也有做得出來 左手手掌是可以旋轉的 右手都是一樣,可以這樣轉動 背面的製作都是正常水準 沒有花、水口位的問題 小腿這裏,瞄準器的裝置都有完美還原度出來 下半身其他地方的上色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左腳可以微微地動動 右腳也可以動到少少少 腳底也沒有花膚,紋理也有做出來 然後到台座 這次圖案和英文名的顏色是用了紅色的 正前方的底部一樣有少少花位 這個問題其實之前一直都有 到這裏還沒有改善 背面有開關鍵 現在就立即安裝電芯 進入好電芯 現在就立即開始亮燈 開了燈後效果也不錯 除了眼睛之外,胸口也有亮燈 公仔大致上就是這樣 整體來說沒有太大問題 同時也沒有太大驚喜 跟之前說的一樣 如果有草這系列 而沒有快速的師兄 可以考慮一下入手 以它的售價500多元來說 CP值真的不太高 個人建議有外才好入手 今天的開箱分享就到這裏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 還有按讚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